三重空军一村的底下有个面积相当大的防空洞 很早之前以为安全的因素而将防空洞给封闭起来 而现在眷村文化协会以及空军一村特别开放一小部分的防空洞提供参观 希望可以让来访的民众了解到防空洞的时代意义 三重空军一村相当有名气 但很少人知道村子底下有个面积相当广大的防空洞 眷村文化协会及空军一村特别开放防空洞供民众参观 一踏进洞内就勾起许多人对眷村特别的记忆 那我们在小时候呢也只有在 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在小时候只有在这个元宵节的时候 提着灯笼玩着火把才能够进来 那平常的时候因为太大所以我们不会进来 那接着这个今天这个开挖的活动 让以后的很多的小朋友都可以进来这里面参观 包括防空洞在内空军一村的许多建筑及文物都被保留下来 未来将转形成眷村文化园区 让更多人了解眷村的时代意义 因为这个眷村呢是特有的文化 应该保留下来做成个眷村文化园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防空洞能够重建天日 能够做历史的见证 那今天大家非常欢心的心情来看到这样一幕 我们希望说这个眷村文化的改建能够加快脚步 呈现一个真正的一个历史的风貌 空军一村的防空洞因为安全的因素 目前只有开通一小部分 11月底前会陆续打开其他通道 让防空洞内完整的景观可以呈现在市人面前 天外天新闻市立委绿亚文三重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